如何用纸筒做橡树小人壁挂 从现在起,把旧纸筒全部留下来 看我们怎样来便废为宝 你将需要 纸筒79个 胶水 颜料 毛笔 硬纸板 挂绳 第一步 收集足够的纸筒 将八个纸筒涂成黄色 两个纸筒涂成猪虎 四个纸筒涂成绿色 十六个纸筒涂成黑色 晾干 第二步 用胶水沾纸筒 先沾黑色的纸筒 两个并排粘住的做四个 这是小人的手和耳朵 三个并排粘住的做两个 作为小人的脚 第三步 将绿色和红色的纸筒 分别对齐沾成条 第四步 黄色的纸筒 取两个和四个 分别对齐 沾成长条 第五步 白色纸筒 两个六个对齐 分别沾成两条 三个对齐的 沾成四条 四个对齐的 沾三条 白色纸筒 将组合成 小人的身体部分 第六步 下面我们来组合 小人的脸部 将绿色纸筒条 做头发 黄色纸筒 做脸部 红色做嘴唇 黑色的做眼睛 这样组合起来 第七步 以脸部为中心 完善小人头部 小人脸部边上对齐 沾上白色纸筒 再在上下 粘住六个长度的纸筒条 在中间部分对齐 沾上三条 四个长度的纸筒条 在最上方 沾两个长度的 白色纸筒 两个并排的 黑色纸筒 作为耳朵 第八步 沾小人的身体 这样组合地 沾成小人身体 沾好以后 提起来 看看是否牢固 第九步 将硬质板上 沾满胶 沾在小人的面部 注意 硬质板是用来 将小人方便地 挂在墙上的 这样 一个像素的小人 就做好了 挂在门上 或是摆墙上 让看到的人 都忍惊不禁 你知道吗 1989年4月6号 被国内玩家 昵称作大砖头的 世界上最好的 手掌游戏 Gameboy问世 虽然仅仅是 四色黑白屏幕 CPU为8位元 游戏卡最大容量 也不过32兆字节 缺风靡世界